- 大家好,Ginley! - 等一下你們今天是要... - 等一下你們今天是要... - 等一下你們今天是要... - 你們今天有訪談嗎? - 有嗎? - 別假喔,你中華人這樣 - 被發現,好啦進來了,歡迎! - 我要開始囉,不給你思考喔 - 你喜歡台北嗎? - 蠻喜歡的耶 - 那你的人家故意如何呢? - 你的家還蠻開心的啊,跟家人 - 去哪些地方? - 我們去了南投,然後都在家裡了 - 去過哪些國家呢? - 我去過泰國、希臘、日本、捷不在 - 還有...沒了 - 最喜歡的國家? - 最喜歡的國家,希臘 - 希臘真的太美了 - 此生一定要去一次 - 那你最喜歡的季節? - 夏天吧,夏天可以曬黑黑 - 看起來比較瘦一點 - 如果回到18歲,你想要做什麼事? - 18歲 - 我之前的夢想還沒完成 - 我18歲如果再回去的話 - 我還會再繼續完成我的夢想 - 你喜歡紅酒還是啤酒? - 都還蠻喜歡的 - 白酒也不錯 - 喜歡喜劇片還是恐怖片啊 - 我喜歡愛情片 - 通常別人都怎麼稱呼你 - 珍妮吧 - 果然... - 大家只知道我叫珍妮 - 那你喜歡人家叫你什麼? - 其實我還蠻喜歡大家叫我本名的 - 我覺得叫本名不錯 - 曾經留過長頭髮嗎? - 當然...誰沒有長髮過 - 那你喜歡長髮還是短髮? - 我比較喜歡自己短髮欸 - 可是短髮有點難整理 - 很麻煩 - 那你覺得大家喜歡你長頭髮還是短頭髮呢? - 大家應該喜歡我短髮吧 - 因為都已經忘記我長髮到底長怎樣了 - 喜歡算六仔褲還是一家褲? - 短褲 - 黑色跟白色選一個顏色 - 黑色跟白色啊 - 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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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我喜歡吃焦糖 - 養夠任何草物嗎? - 有啊 - 狗啊 - 小鳥也有 - 可是是我爸養的 - 那這世界上你最愛的是什麼? - 我最愛我的家人 - 你要吃嗎? - 此時此刻最想要誰出現在身邊? - 誰喔 - 嗯... - 我的髮型師 - 正名 - 哈哈哈哈 - 哈哈哈哈 - 等等喔 - 今天不當老師想做什麼? - 好多耶 - 可是我還蠻想要當歌手的 - 那如果可以跟一個女明星換臉 - 你想跟誰換? - 嗯... - 我覺得不太需要 - 我現在還蠻滿意 - 我先來裝飽 - 你都在什麼時間準備歌單? - 什麼時候? - 我平常沒事就會聘聽音樂 - 然後準備一下歌單 - 把所有喜歡的音樂裝在一起 - 然後最後呢 - 需要做個蛋的時候 - 再把整個資料這樣拉出來 - 每一首聽一聽這樣子 - 手機最常畫什麼類型的歌? - 手機... - 我平常都只聽... - 抒情歌 - 我不喜歡聽快歌 - 你最喜歡哪位男歌手? - 哪位歌手喔? - 男生女生啊? - 男歌手? - 男歌手 - 韓國的RAN - 好帥又會跳舞 - 大家可以做你的另外一半嗎? - 當然,非常喜歡 - 最近一次哭是為什麼? - 看電視耶 - 我很容易哭 - 看電視隨隨便便就哭了 - 最常看哪個國家的電視劇? - 韓國... - 我們要大陸劇、台灣劇也都看 - 我們要支持台灣劇 - 每劇偶爾也會看一下啦 - 最近看的一部電視劇是什麼? - 觸及真心 - 還蠻好看的一個韓劇 - 非常溫馨 - 然後又搞笑 - 妳叫爸多久了? - 目前快三年囉 - 什麼事讓妳覺得最困擾? - 什麼事最困擾? - 我覺得... - 目前沒有耶 - 目前沒有耶 - 妳現在問我問題 - 完全困擾的 - 那最難忘了一件事 - 在課堂上 - 有一次上課 - 因為講話講得太快了 - 然後我說... - 圍骨腳脊椎 - 圍骨腳脊椎 - 這麼早 - 大家都傻遠了呢 - 最難一時間哪個部位? - 我最喜歡... - 我的眼睛 - 那一心通話給妳眼看哪裡? - 眼睛囉 - 眼睛靈魂痴瘡很重要嗎? - 妳下一個長假預計要做什麼? - 長假... - 我的長假在哪裡? - 不知道 - 如果可以的話想要立刻非要哪個部位? - 哪個地方? - 哪個地方? - 希臘囉 - 我超想再去第二次的 - 希臘實在是美 - 但不行 - 三年內最想完成的一件事? - 唉... - 文帥咧 - 幹嘛繼續問啦 - 三年怎麼了? - 妳最想完成的一件事 - 就是不讓妳思考啊 - 唉... - 我... - 想要成為trainer - 我的目標 - 對 - 妳最喜歡的運動? - 最喜歡的運動... - 可依在跳舞吧 - 任何一種跳舞我都好喜歡 - 呵... - 唉... - 欸... - 唉... - 妳... - 妳... - 妳怎麼跑進來了啦? - 妳怎麼跑進來了啦? - 妳怎麼跑進來了啦? - 請妳看一段妳最喜歡的旋律 - 妳最喜歡的旋律 - 瑞瑞 - 我怕來不及 - 我怕來不及 - 我要幫著你 - 妳 - 好 謝謝 - 直到感覺妳的發現 - 妳真的謝謝 - 妳真的謝謝 - 妳有了白雪的痕跡 最想收到的生日禮物是什麼? 跑車 我好喜歡開車 上課最害怕遇到什麼狀況? 學生做我完全沒反應 好可怕,我好怕尷尬 那什麼事情會讓你最生氣呢? 其實還好耶,要看事情啦 不講你的事吧,比較生氣 所以什麼是你最大的原則或底線? 最大的原則 我自己的原則的話是 盡力把每件事情做到最好 然後將心比心 這輩子遇過最幸運的事情是什麼? 我之前很喜歡一個作詞人 大家都幫李文作詞 寫很多很好的詞 他叫姚千 他有來找我唷 你覺得一個人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麼? 哪一個好看? 這一個還是這一個? 哪一個? 右邊的 右邊?OK 好 你剛剛說什麼? 你覺得一個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麼? 特質 我覺得 心地善良吧 人美就美囉 帥哥就是 人帥心帥 所以 你最注重另外一半的什麼? 體貼 溫柔 然後 懂得生活情趣吧 哪一個社群媒體是你最愛用的? 社群媒體 臉書囉 IG最近也常在玩 但是 對他還不是很熟悉 不好意思 忘記這次了 如果還有一個刺青你想要吃在哪裡? 嗯 手臂吧喔 手臂到現在還想再吃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 滿有紀念調子 而且順時都看得到 所以你覺得女生哪個部位最重要? 女生喔 臀 臀 手臂 這三點真的非常重要 你還要問多久? 我要出門了 再三分鐘 OK 那你沒有靈感割單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? 去剪指甲 就修修指甲 自己剪 然後突突指甲用啊 有一次最誇張的是 我割單實在做不出來 動作想不出來 我就開車到Costco去了 現在最想吃的東西是什麼? 我乖 你們該走了 高竿鞋跟球鞋 你比較喜歡哪個? 高竿鞋 你們先下去 我等一下 我一個東西忘記拿 拜拜 下次見囉